HELLO 你好我是斯諾斯 今天的話我們來繼續進行我們勇士王朝系列的影片 那我們在上次的影片之中的話 我們是用Kevin Durant來教一人Anson Davis 那在這個情形之下的話 我們現在陣容可謂是非常非常的齊全 從1號位到5號位每個人的三分球至少都有80評分以上 那現在的話我們在季球賽要來對決的是奧卡拉哈馬雷霆隊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這個陣容是怎麼樣吧 OK對方的話有這個Destruder 然後再Barratt Paul George 對那個是歐華Paul George其實還在雷霆隊裡面 但好像沒有看見卡馬雷霆在這裡了 取得帶制的話是Nezolito 還有這個Ogonku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先發中風的話是Treston Thomson 那就表示一件事情 那看起來是這個Bob Horace受傷啦 我們來看看Bob Horace是怎麼樣 哇 頸椎破裂 你這個不只是不能打球你走都走不了了吧 哇 這受傷很嚴重欸 那看起來短時間之間的話他應該是回不來了 不過除此之外可以看到Stamker的話 左肩關節過度延展啊 這個8到10周就至少他在競技場比賽裡面的話應該不會打得太好 不過沒辦法 傷病的話其實也是球賽的一部分啊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站1-0 2-0 2-1 2-2 喔唷 這個打算是勉勉強強的 我們好像都在對方主場才能 我們好像都在對方主場才能贏下這球欸 來看看第一站 S&Device的話是 哇 三個球6圖0中啊 但是他拿下22分12了滿6主攻 哇 Stamker在左肩過度延展的情況下 頭進12頭8中欸 哇 然後第三站 浪花兄弟再度發揮啊 可以Tonson拿下29分 Stamker也拿下26分 那第四站的話 換S&Device28分16人版3主攻 好我們來看看關鍵第五戰的話 到底會是什麼情況吧 優勢隊對決雷靈對雷靈卸賽第五戰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比賽 Stamker外線 虎頂位置三分球出手 這球是沒有進的 Pojo面對的是Angelo Wiggins 哇 這個單防守得非常好 一個晃間 這球籃下再砲這球還是沒進 這球不斷想嘗試切入 RJ Bart手非常緊 直接給了Angelo Wiggins 這球中頭進了 Pojo一個半轉身 再會有外線輸入的 Achua來個擋拆 藍尼亞直接去爆課 哇 Achua這個扣籃 原地拔起啊 然後他的彈跳力可謂是非常驚人 無敵位置Stamker Tristian Thompson來到左邊 幫助柯 Thompson一個擋拆之後 三分球直接去 柯 Thompson最常使用的話 就是他擋拆之後三分球跳投 這次還有一個招牌技能 外線Pojo直接彈出來三分球 拔起這球是沒有進的 這邊看起來又是想給左側 做個擋拆嗎 沒有錯 不過這邊是往籃下RJ 沒有出空擋 這邊再來一個手綠手 Stamkeri面對兩人包夾 這邊再回給Tristian Thompson 再回給Sanjo Wiggins 直接選擇沙爾蘭底一下 這球就只能強硬的拔出 中距離跳投球沒進 剩下最後一分鐘左右 這球直接給到Snesolito Stamkeri 這邊被兩人包夾 不過這邊是處於一個犯規的狀態 不過如果罰球是罰在Stamkeri身上的話 那可能就得不到什麼好處了 雷仙隊的球權 雷仙Lito直接燒到籃底下面的Kelton Johnson 這球上籃上進了 可以Thompson 再回給Stamkeri繼續犯規 雷仙Lito進 8分的差距 這時候就要看PoJuGi有沒有辦法在這場比賽 獲得一個關鍵的出手機會 有一點位置 我也想強殺籃下 但是看起來很難啊 面對Andre Wiggins 這樣就防守超級強的一個球員的話 這邊也是很難占到什麼好處的 最終比數的話是126比118 這邊天環山之戰是由我們金州勇士隊贏下來 並且獲得卸賽的領先 這樣比賽也沒有的話 Incendence拿了30分11籃板 3主攻1超級1主攻表現 PoJuGi得下27分5籃板 4主攻5超級 那在這關鍵一戰贏下來之後的話 我相信我們可以直接贏下第六戰的 沒有錯 4比2 接下來不知道是要來的對決 單磨驚怪隊還是羅瓦基快領隊 我來看一下 是快領隊 那如果這邊是Shun Gilchus and Thunder的話 那我相信是不需要擔心的 哇他現在已經漲到這個88分分了 然後Queen Grimmie 然後Watanabe Jabelle Parker 以及Christophe Persingas 這個組合說個實在的話 我自己覺得啦 不太需要太擔心啦 因為畢竟內線來說的話 AZ Davis肯定是贏過 Persingas 所以這邊的話我猜是可以直接4比0經過了 我們來看一下 1比0 1比1 2比1 3比1 最後是被他們多贏了一場 接下來我們連這個城市都不用飛 我們就來直接對決亂機胡人隊 哇 永胡大戰一觸即發 哇 Brandon Ingram也逐漸成為了這個超級全明星 不過他們的內線說實話就沒有這麼好了 而且今天LeBron James的話已經38歲了 年紀上的話已經越來越大了 我們多久來看看 對局胡人隊的話會是什麼情況 1比0 1比1 2比1 3比1 嘿嘿 這個情況下那就好說啦 勇士隊的胡人隊 謝在第五戰 目前為止的話是來到107比103 雙方的話是來到4分差距 LeBron James 這邊給到是左側的Russell Westbrook 這邊對Steven Curry 殺了藍底下直接進去 要有一個犯規 今天Westbrook的話是等下16頭12中的一個表現 29分 Steven Curry目前為止有一個左手的肩膀傷勢 目前為止看起來是用左手控球居多 但是這邊直接被Russell Westbrook給火鍋 按一下Kuzma 轉身翻身跳投 這球 Stevens拿下籃板 這個人帶到前場 對於是LeBron 現在回到Stam Curry 急停中投 這球還是沒有進 LeBron直接快帶到前場 對於是Verssell 左側 底腳 直接一個上球局 有數對球權 這邊看起來是直接給右邊底腳的Klay Thompson 一個雙人擋拆 藍底下直接上去要有個犯規 左側Ingram 面對Klay Thompson 一個翻身 偶手非常的緊 再回外線的Russell Westbrook 這邊想給LeBron進的時候發生一個失誤 Xia 燒到籃底下 不過再回Stam Curry 直接一個外線垫步三分的球 還是沒有進 目前可以看到Stam Curry已經處於這個量調的狀態了 爛下威少 在一個包夾的情況下 外線Kuzma 是一個空檔 不過這球是沒有進的 只要他下籃板 再回外線Stam Curry 拔起三分 這球還是沒進 哎呀 看起來Stam Curry在下半場的話 僅僅只得下五分啊 底腳 這邊再一個三分球 Washbrook 哇 他們這個一波流啊 打來可是相當兇狠啊 然後包夾給到 是Kurley Thompson 三分球直接外線拔起 英格蘭這邊的話看起來是內縮啊 就導致於這邊是一個空檔 LeBron 面對的是前隊友Truston Thompson 來攔截一下 英格蘭直接翻身跳投球進 實際上他只有一分半 他目前位置的話是十分的差距 可以擋開之後原本想要做這個三分球 不過是回給Truston Thompson 再回給SA Davis 直接要有一個犯規 LeBron沒了Davis 直接選中距跳投 這球是沒有進的 原來是Andre Regis 拿下籃板 再回給Stam Curry 面對的是兩萬包夾 外線Kurley Thompson 又是一個控場出手 這球是沒有進的 普通位置的Westbrook 而這邊的話 是Andre Regis的一個個人犯規 看來是這個撞到一個擋拆 在外線三重威脅 再直接集體中投球進 WOW 這球真的是威少殭屍跳投啊 發揮極致的作用 Stam Curry 再度滅了兩萬包夾 Kurley Thompson 又是一個空檔 這球三個球 進了 剛剛那球在藍光上面彈了兩下 不過還是進去了 這邊沒有選擇犯規嗎 看起來也沒什麼機會了啦 這邊看起來 既然是犯規的話 也已經來不及了 最終比賽的話是120比113 最後的話是亂金火輪隊 成功贏下這個系列賽 目前為止的話是贊成3比2 那今天Westbrook的話 打他35分9籃板10助攻 和SATF拿下29分9籃板 二助攻二套點二助攻的表現 不過這兩比賽就算贏了 我自己覺得也沒什麼問題啊 我們總不可能被3比1逆轉對不對 這怎麼回事呢 我跟各位講 放120萬個星啊 絕對不可能發出這種事情 欸沒錯 對方個人直接成為 我們這個西區總決賽的MVP 場均30.3分 4.4個籃板 10.4次主攻 外帶也4成我3分9命中率 那接下來就是老鷹 要來對決我們的這個勇士隊啦 來看看他們一個陣容啊 哇 這樣問了人家吹樣 進去還有Andre Drummond 哇 這組合其實說實話 就真的不好對付了 我們來看總決賽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情況 1比0 1比1 2比1 2比2 哇 很刺激欸 看一下 3比2 讚啦 我們現在直接來到老鷹隊 對決勇士隊的歇賽第六戰 目前的位置的話 是129比110的19分分差 那這樣看起來 老鷹隊已經沒什麼機會 可以進行反擊了 怎麼樣 然後藍底下直接要到 Steven Curry的一個犯規 也看到Steven Curry的目前的位置 看起來這個傷勢已經算是好差不多了 吹樣又有這個 小Steven Curry的一個稱號 這個Brogdonovich 也有一點點可以當我們的特質在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兩個人的話算是 弱化版的勇士隊啊 固定位置 S&Device 再回給Steven Curry 這球出錯了 還是沒有進 這邊下位擋拆之後 面對兩個包夾 再選擇上籃 再回給S&Wilson 哇 這個包夾夾非常非常近 不過這球在100%干擾的情況下 還是打進去了 再回給Device 再回 Curry 面對兩個包夾外彈三球 這球 這球真的讓我看到現實的Steven Curry 會打球的樣子啊 旁邊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助理教練 David West 曾經在勇士隊 幫助他們拿下總冠軍過 現在就回到勇士隊來繼續執教 Bogadonovic 面對Klay Thompson 這邊是屬於一個手一手 再殺到籃底下 兩人包夾 再回給外線Bogadonovic 這球 三球沒有進 Device拿下籃板之後 直接帶到前場 再回 Curry 強殺籃下 直接上去要個犯規 不過這球 直接被火鍋下去了 直接回給Bogadonovic 再一個擋拆 拉回來中投球進 哦呦 時間是要最後1分06秒左右啊 史丹克里 固定位置 一個背運之後再拉回來 做一個三球投手 連續兩個進了 哇 這球好帥 哇 剛才那球真的是 打出史丹克里的風範 底角的一個擋拆 Bogadonovic 這邊被Klay Thompson 對回住了 再回給初樣 直接拔起中投球進 我覺得老英隊 能跟勇士隊拼殺到這個程度 我已經覺得他們非常厲害了 Device 對這樣 在上來的籃底下 選擇中投 不過被火鍋 再會有外線Klay Thompson 再拔一個三部球 還是沒有進 那就比說135 比118 那最後的話 就恭喜 我們的 荊州勇士隊 拿下總冠軍 恭喜 在2022 2023賽季啊 再度拿總冠軍 連續兩年啊 特別是在Bubberpolis 處於這個賽季爆笑的狀態 再加上Stan Curry 這個左邊肩膀 一直都有一個傷勢 恭喜 勇士隊 拿下總冠軍 我們這個陣容 其實我自己覺得 交易來是對的啊 不過 另外我們再看一下 Anthony Davis 拿下最後的FMVP 我們再次恭喜他 那就真的是想不到的事情 我以為Stan Curry的話 這最後的精彩表現 應該是可以為他的FMVP 再多天一座 最後FMVP 是給到我們Anthony Davis 場卷22.7分 6.7個助攻 1.70超級 2.84火鍋一個表現 勇士隊在連續兩年 拿總冠軍的情況之下的話 LeBron James JJReddick TamelaAnthony 居於Barter等等的球員 都宣布了退役 還有Dark Rose 現在已經到72評分了 他的年紀實在是太大了 Dark Rose 因為傷病的關係 只剩下72評分了 最後他也直接選擇退役 LeBron James 在三支球隊 都被退役的球役 哇 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成就 而天掛最後也在丹佛的境外隊 順利也退役了 接下來來看一下 我們今年樂透選秀的話 應該是沒有我們太多事情 沒錯 我們的選秀選人的話 是交易給的尼克隊 那今年Vanthony被壓滿的話 被曼菲斯灰熊隊給選到 那Handerson是被底特利活摘隊 所選到 那Next Space的話 是被拖亡者隊所選到 那今年的話 我們就把這隊Mercel給要回來 那就跟Bell這邊的話 是自己選擇 不跟我們勇士隊繼續續約 那Mark Henry的話 在我們球隊裡面 其實表現上還算不錯 並且可以拿7.9分 1.9人版 1.1次助攻 其實對我而言的話 我覺得算不錯用了 所以應該是可以把他要回來的 那這裡當然我們首先 先把Angel Vegas 來給要回來 他只要不跟我們要太多錢的話 我們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哎呀 這個錢就很佛心 哇 1900萬一年 哎呀 那沒問題啊 肯定要你回來的 另外Kelton Johnson這邊的話 是這個受限制自由權 那我們這邊先不用跟他抱一下 沒關係 那Johars底薪 直接給你 看一下 5年 底薪給你啊 你當然可以裝老在我們勇士隊裡面啊 那我們這裡可以試著要一下 我們這個Garrett Payton 他從來沒有在勇士隊打過球啊 搞不好他的勇士隊會有一個不錯的表現啊 呃 說不定是這樣子的 這個375萬兩年 好 這三位都願意過來 那Johan Bell這邊的話 我就看你自己啦 425萬 你願意來就來 不願意來的話 我不勉強你 然後Mark Hill Chris 你可能會比Treyson Thompson更適合我們啊 但就看你自己啊 你願意來就來吧 那接下來的話 Johan Bell跟Mark Hill Chris兩個選一個的話 我肯定是 首先先選Johan Bell的 那Seth Curry這邊的話 我可能就要不回來啦 說實在薪資就是沒那麼多啊 那Karen Johnson這邊 我就用這個比較低的薪資 去給他要回來 那Seth Curry因為說實在了 就是他這個年紀已經慢慢漸漲了 而且只有75評分 這樣倒不如我去要個Emily Brandy 還比較適合我們球隊多一點 當然Seth Curry這邊的話 我們還是會去問問看他的報價 但可能就 不會是優先考慮的範圍啊 那Seth Curry回來 Emily Brandy也回來了 嗯 這樣子的話 我們三個人都回來 在情況之下的話 嗯 我不知道這樣子是對還是錯啊 但 姑且就先這個樣子吧 那這裡我把Ridge Block 換成Nikolovitch 對我而言的話 我這邊新秀再多一個的話 我其實不是很虧的 那除此之外 Karen Looney真的 等下走了 他實在在我們球隊裡面 完全沒有任何的用處啊 所以這裡我想跟黃蜂隊 去換一個選秀權 因為其實說真的 他們只有Kama Walker的話 我覺得其實 他們近幾年之後的話 可能競技狀態的話 就會慢慢下降 所以我這邊 就直接把Karen Looney 直接交一掉 因為他其實在球隊裡面 對我來說 就只是佔一個空間而已 他沒有多大的效用 然後我們現在球隊沒有16個人 所以他是必須被犧牲的球員 那我們來看看 今年這個球員發展吧 這個Karen Thompson的話 是下降了兩點 其餘球員的話 都還在我的理解範圍裡面 Steven Curry跟這個Evan Brandly 兩個人的話 都已經是屬於老將了 那我們替補這兩個Nikolovitch 跟我們這個太太花運隊 兩個人的話 就給他慢慢練 反正對我而言的話 不是很急 那至少我好處想 我們這個Bubberpolis 應該會在祭出的時候 就可以回歸了 因為他現在的話 只不過是因為這個脖子痠痛 所以需要稍微休息個幾天 那這裡的話 我就把Garrett Padden 給他放在控球後的位置 然後我們的Devon Versil 跟我們這個Karen Johnson 都已經慢慢的 接壤在我們球隊之中了 拒完之後 Karen Thompson 這個狀態已經慢慢下滑了 我這邊應該也不會把他做交易 頂多讓他去打替補球員而已 所以我覺得Steven Curry 跟Karen Thompson兩個人的話 他們這個組合還是相當優秀的 現在Steven Curry的話是35歲 可是Thomson的話是33歲 好 影片最後的話 我就只需要做兩件事情 就是把這個太太花運等 跟Yovitch兩個人 拉到我發展聯盟 因為他們其實事實上是 沒有什麼時間可以上場的 如果太太花運等能夠練起來的話 我們這邊就會有一個 新的控球後衛可以出現 好 那以上的話 就是我們今年的內容 那在上個賽季的話 因為Steven Curry 是處於左部的一個受傷狀態 所以導致於我們技術賽的話 可危是度過重重難關 那今年在勇士隊的話 我相信這個傷病狀態的話 就比較不會這麼多 所以我覺得今年我們可以再次拿下冠軍 從來2000年代後 第一次拿到三連霸球隊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感謝各位接收看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按讚、分享 並且開啟想像學生觀眾們 最新的影片狀態 那麼這邊的話 就下部影片來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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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